昨天的spx sell call spread 4850跟4900的话 没打到第一条面 所以说七元金得了 昨天七元金还不错 七元金有个 货带手续费有117 1.17的样子 昨天做的原因还是说了一下 可以大部分时间是我这边是会卖 sale put 因为看涨 昨天的情况是因为七元金比较合适 所以说卖了一个看多 因为昨天又突然那种情况了 这种插针的情况 这个像以前是比较少 昨天静好 如果说是卖那个 卖put 的话 sale put 的话 昨天设的点是4720 4720也无所谓了 如果说刚好设到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说是那个4743 那多少多少的情况 我特别是因为我做 做外汇也好 做那个合约也好 说是货币的合约也好 就怕这种插针 如果说刚好不小心插针插死了 就很麻烦 这个如果说你做合约 或者说外汇的话很难避免的 只能说你把仓位控小一点 怎么样子做 那是另外一套系统了 我觉得不适合我 所以说选择做合约这一块 做期权这一块 期权的话 因为你做是日期权 它概率的话 相不来说是可控的 所以说风险来说也是没那么大 接下来的话会做这一单 卖这个spread 还有一个 我卖一个一样的 4720跟1670 我卖了这两个 会卖这两个 卖这两个 这有一个 现在看是0.5 这里有个期权 啊 这有个问题 这家庭有点倒挂了 先看看吧 倒是再说吧 如果能挂进去的话就挂进去 这个0.5很太少了吧 肯定这已经倒挂了 这是比如说4720 4720是你卖0.8 你这买回来是1.0 那有点有点夸张了 这有点倒挂太厉害了 价差太大了 所以说到时候再看吧 那继续走一会 那也是走一会了以后再根据情况来调整吧 不一定 如果说现在卖call的话是划不来的 同样等距离的情况 比如说在4720 这是有 760个点 60个点的话 你再加60个点是4840 4840已经没钱了 所以说你卖还是卖pud 就是说这个时候一个价差太大了 你看看吧 不一定要下 因为有的时候下单的话 不是为了下单而下单 主要是根据 自己所谓的整套系统来判断一下 来检验自己的系统是不是合适 这是很重要的 该下的时候你就下 贡献太大 比如说这种驾车快倒挂的情况 驾车 比如说买脚跟买脚差了有0.6 太大了 差0.8那更夸张了 先看看吧 看看价钱怎么怎么调整吧 合适你就做不 不合适就不做 是吧 这样东西 心态的话好一点 也不一定要做 这本来就是 会学习的阶段 以后做的话一定是这种心态 不然的话 强行做的话 会会风险很大 特别是重仓强行做 会很麻烦 经济苦苦赚了这么点钱 到时候一下子搞完 搞没了 没必要是吧 好了 这种心态的话 就会有什么东西